大家好 今天是亞洲新聞 在開始之前 大師有事宣佈 不是宣佈 是道歉 或者感到非常抱歉 上星期五 我搞錯了MH-17和MH-370 那個飛機 為何馬航失蹤會突然間在荷蘭法庭 原來是另一架 我還記得 連續發生兩宗大事件 我把那兩宗大事件搞亂了 我還記得當時說 連續發生兩宗 沒理由這麼巧合 中間一定是有些QK 連續發生 因為空難是很少發生的 同一個航行公司連續發生兩宗空難 是非常非常瘋狂 更加何況馬航不是往職太差 但到最後 大家希望原諒我 是老人超來到了很嚴重的地步 所以才把那兩宗失事事件搞錯了 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都一頭無水 結果又是講到一頭無水 所以深感抱歉 17月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那時俄羅斯 還未去俄羅斯 頓巴斯戰爭時期 東烏民兵打了一架 他現在就說是俄羅斯的事件 現在就沒有說到東烏的 所以就是在荷蘭法庭說的 所以就是 人的東西不見了 所有的東西 你又捉不到人 所以他說什麼都行 但這件事搞錯了 還有就是 那件事好像那天那件事 錯不在你身上 看你做的 17月不關我事 MH17那件事 不關我事 不關你事 上個星期我長期罷工 星期五都不是我做的 是嗎 那我忘記了誰了 我猜是長公子 哈哈哈哈 好 我忘記了誰做 總之而言之這件事 我一定是搞錯了 深感抱歉 首先說回這個新聞 這是比較新鮮滾熱難的消息 坐車時看到的 行政長官李家超 早前就去了泰國 做這個外交 但是現在回到香港之後 香港機場進行核酸檢測結果 是呈陽性 現在就正在隔離中 他就報稱在曼谷期間 做了一個化原擴測呈陰性 現在呈陽性 不知道是做了整個活動之後 就先染疫 還是那時病毒量比較低 用這個化測 測不到 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 因為他在曼谷期間 就和中央領導人 包括就是 國家主義習近平 以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就有這個比較緊密的接觸 現在就 都不知道兩位狀況如何 首先就是我 並不認為他們是有很緊密的接觸 是有接觸而已 我並不認為那樣東西是很緊密的 第二樣就是 李家超,似乎李家超 陳茂波一出去就回來染病 知道地球真的很危險 是啊 他們這樣出去 兩個人出去,先後出去都染了熱 所以我覺得是幾… 我想他們的防疫比較好 因為他們一去到外國 就會不帶好走 嗯 早前在曼谷,即是泰國 泰國早前宣布疫症勝利 即是他們變相不會再搞防疫 包括泰坦安心出行的泰國要贏 其實已經沒有人用 因為泰國要贏本身也不強制使用 只是入某些場所可能要使用 但現在也沒有用 也即是泰國已經以勝利為由全面放寬 全面放寬就是無論勝利或失敗都會全面放寬 即是你放棄追求一個女生 希望你勝利追求一個女生 以及失敗追求一個女生 你到最後也有放棄追求的 那大家比較擔心的就是 中央領導人會否染疫呢 即是一個比較擔心的狀況 當然啦,因為是外交的關係 也有些風險也要沒有 是,所以習近平去到的時候 也要沒有了不少的風險 因為他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 在一連串的一個大外交組合 但是我們現在 希望他不會厭上 但我想他也是很小心的人 嗯,當然啦 說到李家超就不能不提 就是他在這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裏面的行程 那他就說到,出發之前就說 這個行程的目的本身就是說好香港故事 展示香港重返國際網台 總結行程的時候也說 我們房屋的城下十分好 也有不同的人士 因為現在叫做宣港熱潮 也解讀這個,解釋香港優勢 但是呢 就是 特首在這個行程中 就跟很多東南亞國家會晤 但是就未見同歐美領袖的回面 那就有部分的論者認為 那對於說好香港故事來說 你對一些本身對你沒有什麼負面意見 或者是中立意見的人 說好香港故事故然容易啦 但是 說好香港故事本身的原因 應該是跟一些對你本身有偏見的國家 說好香港故事嘛 似乎這次就未做到啦 嗯,首先就是這次主要的 角色都是東盟啦 那他也未必是同歐美國家的領袖 主要都是 跟習近平那些會面啦 那很難會見習近平再會跟李家超去會面的 那當然在第二站的時候 在泰國的時候 歐美國家的領袖 比如美國 但拜登也沒有去啦 那所以也不太多機會去見到 我相信 因為領袖太多了 那就是希望他 我覺得仍然是那樣東西啦 這個李家超、陳茂波他們很喜歡的 因為現在我相信 阿爺已經給了他們命令 硬命令 他們一定要打國際線的啦 所以你要發現他們不停自己去打國際線啦 說好香港故事呀 又要到處走呀 那些全部都 出來了 但是 在這樣的場合 中國 香港來說是 nothing 所以呢 到最後他其實應該是逐個擊破 正如我說 你做了一個功能 叫那些人來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些人來到的時候 你不是那麼多機會跟他們交心聊天 就是說 一大堆人這樣 那些 等於很多年前的時候 我跟別人說過 喂 喂 你問我認不認識楊壽成 我說我一年都見過十幾次 但每一次都要再重新介紹自己 那些人不知道你是什麼 你一定要有一些特別的 後來我認識他 就是因為有些很少人的場合 那你吃飯 那你就會認識他 就是你要知道那些東西 不是開那些大會 開那些大會 其實呢 不是給大人什麼去的 是給一些中線的大家去 互相溝通 即是說 如果你現在去那些 那些 那些球 或者有人說去那些球 或者參加那些獅子會 那些 那些是否那些二三線的人物 大家互相去認識別人 即是認識別人和被結識那些狀況 真正難道李嘉誠不會去那些場合嗎 即是你一定去一些 你真的要認識一個場合 你真的要認識一些比較好的的人 你是要在一些比較少人的場合 你才去到的 否則別人不會這麼容易知道你 我想這是一個定律 即是去國際的這些場合的話 你去多一些 或者之類 或者一些交心的場合 或者一些人來introduce 你就會比較好些 如果不是 也都是 如果去到一些這麼大的場合 主要 那些東西 譬如所有國家領袖 去到的 一早講好了 一早派遍的人 將會幾點幾分 在那條走廊撞到誰 即是那些事情做好了 鋪好了 你最重要就是 下面的工作要做好些 即是他們不要那麼 即是我覺得太天真 整件事 那當然 就 李家超 在今次的行程中 就跟幾個國家會面 包括越南 印尼 也都有新加坡 還有 泰國 至少價格這麼大 當然 對於新加坡來說 除了跟香港本身的會面之外 中身關係都是李顯龍一個很關注的重點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總結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時候 也提到 目前國際大環境比較複雜 但如果跟中國可以保持互信良好 國際關係 合作的範圍和潛能都還是很大 當然他們都說到 就是說 很多時候 中美關係會對新加坡的情況 帶來很大的挑戰和磨擦 兩邊都說 不曾去第三個選面站 但去到具體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自己有朋友 他們不是兩方都說 對不起 這個是他說的 不是 這個是你說的 OK 你聽我說得不可以 說完你就知道 是兩方都跟他們說 不是 是他們跟兩方說 而不是兩方都跟他們說 就是說 兩方都說 我們不尋求第三個選項 是否這個意思 都說我們不尋求第三個選項 現在他們說的意思 就是說 你知道的意思就是我錯 李顯龍說 兩方都跟他們說 兩方都不尋求第三個選邊站 OK 因為美國是要求他們選邊站 所以我才會這樣說 這個問題 李顯龍就一定會跟他們說 是 他們不求第三個選邊站 但我很不明白 為什麼美國會這樣跟他們說 因為美國實際上 應該要他們選邊站 他當然不會直接說出來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提及到 嚴肅選擇前行的方向 新加坡的利益才是 新加坡人業考慮的情況 這就是他整個總結 是 但是 終身關係就會比 即現在我們不是說終身關係 因為終身關係的意思 即是說 現在如果他在這一方面這樣說 但他現在說的是終身關係 而不是港身關係 即是現在是說 我們剛才說的是 李家超的問題 對不對 即是李家超對於香港的 和李顯龍 大家是 並不在同一位置 即是李顯龍覺得 他是跟中國去 有數講 雖然香港的經濟總量 都還是大的 新加坡 但是李顯龍很明顯是覺得 即是李家超不是同一位置 而且我覺得就是 因為 在李家超來說 你剛才說的問題就是 叫做什麼 就是全歐洲 大家都 不容易去說好香港故事 其中一個 很大的原因 就是 李家超正正在制裁 你叫別人怎樣跟你說話 你找一個被制裁的人 去說好香港故事 那 我相信是比較困難 就是這樣 大約 講完這個資訊也講一下 昨天世界盃開羅 也有不同的戰果出來了 對此 即是64個賽事 都不是全部 免費看 但商場也給重本看 又是啊 政府給了錢 我不知道 應該是商場自發 應該政府就沒有考慮給錢 因為裏面都沒有港隊 是 那就是多間商場 宣佈免費 即是直播 64場賽事 包括屯門市 即屯門市 廣場 有540寸的4K電視 澳海城 430寸 但有兩部 余心廣場 請了很多的足球員 包括名將 山道士 一起觀戰 雖然雖然 雖然商場搞慶後合績 似乎酒吧 反應就比較平淡 因為據報 昨天 那邊 起碼有半熟的酒吧 就關了門 沒有開 也沒有整個直播 也有些人就因此問 是不是 沒有下了呢 南桂芳 為什麼這些踢球 世界盃這麼大的城市 都沒有人看球 你有沒有去過 沒有 一次都沒有去過 我不知道 因為南桂芳出名 是溝女 但是好像不出名看球 我不知道 當看球的時候 大家對南桂芳的興趣有多大 所以 因為我都沒有去過 我經常去南桂芳 我不是沒有去過 我經常去 但我沒有試過打球的時候去 所以我不太知道 打球的時候 南桂芳 以前的時候是什麼狀況 但是南桂芳 現在就毫無疑問 是沒落了 因為 因為 溝女 變了現在 或者是溝女 預備溝 變了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以前的時候 你要去一個 meeting place 那裡 但現在有很多 譬如說 約炮軟件 或者之類的東西 就會令到南桂芳的吸引力大減了 所以 南桂芳現在真的沒有這麼多人去 發生了很多事 大家會覺得很多東西是replaceable 而且 那些人 那些人 現在個個都有私鬥 你知道 那些 現在多了很多party room 你就知道 很多party room 私鬥 那些就搶了南桂芳生意 因為大家會覺得那些 是更加高級 更加更加好 所以 所以 大家 去南桂芳的興趣低了 現在party room 是香港版的沙龍 你忽然說得這麼高級 我要想一想 才知道為什麼 以前的時候 沙龍是說得比較高級的 但現在是一些文化水平的人 高一些 的 上流社會去的 那現在party room 其實已經 trickledown 去了做 在新蒲江 那些地方 我相信如果用沙龍的話 就已經有些天樣之別了 那當然沙龍那時候 不是有TVB 有的話 我想他們都是港澳回家 是 但問題是地方高級一點 就是 在中環那些叫私鬥 不是叫part two 那就是 但是 我再解釋一下 補充一句 就是 正如 在中環那些 名門就叫做雞 在旺角那些 就叫做一流一或者雞 雖然還有相同的事情 但問題就是 當你價格不同的時候 是有不同的形容 有不同的形容方法 有不同的名詞 的表達 不過大家就比較關注的是 就是 以往酒吧 就是一個看球場所 大家都覺得 是一個這樣的場所 包括世界杯的時候 以往都是通宵達彈的 但是似乎今次 就 成半數的酒吧都沒有開 就是那個情況 會不會又這樣差下去 還是怎樣 這個 這個 我一貫來講 在未發現 在未發現 我自相矛盾之前 我以前有一路都會死口不認 就是 我以為酒吧應該要收到大半 當初一出去的時候 已經知道 酒吧這個行業 你真是轉行 因為是很難做的 就是當初疫情發生不久之後 我已經是說 即是發生半年左右 我已經說 酒吧是要轉行的 就是我相信 行業是 仍然存在 但是會大為削減 不是在疫情過了之後 不會康復 就是 暫時來說 我 直至被發現錯誤之前 我仍然覺得 這種說法是對的 雖然我都經常自打嘴巴收回 但是這次並沒有 尚未 那就是 目前世界本仍然在踢 如果是球迷門 應該都在看 當然 對於我們這些 不賭球的人來說 就沒有什麼 你賭球看不看球 不賭球看不看球 我不看球 即是又不看球又不賭球 我不看足球 很少喜歡軍事的人不看足球 吃個半小時沒空嗎 我回去看兩套超人好的 昨天 又看超人電影 有啊 昨天看了 明天好沒有看 要看看你本身是不是 超人粉絲 特別那一部分是 超和的超人粉絲 還有 看你本身有沒有 是不是拍過吉田 是啊 是吉田 不過怎麼說好呢 嗯 我想他應該有個 有個導演剪出版的 即是他現在不夠 不夠120分鐘 那有很多的內容 他剛剛鋪開了 就沒有剪開 那如果對於一套 情懷向的電影來講 那當然是收貨 那些緊大家都知道 怎樣笑話 那但是問題在於 如果你說 一套完整的獨立電影來講 那目前 一把12分鐘是不夠用的 不夠用 他是沒有剪開 那他可以學一下 就是少女戰車 那裏 那裏 小女戰車是兩個半小時 是用完的 他用了兩個小時 29分鐘 59秒 是 剛剛好 就是兩個半小時 那裏 其實超人 如果他沒有想著拍上下集 來說 我想他用那個時場 應該最少都要135分鐘 才可以鋪排完 他想說的 哦 即是少了現在 少了20分鐘 那 對於情懷向來講 一定夠的 就是大家都認識的 一定認識到 但是如果你說一個 不是說 之前不是說很粉絲的 就打算進去看的話 那就 有件事未必覺得 倒行倒廢 應該不斷說 我知道 所以 實際上有些 的確是有這種人 例如那部電影 叫做低俗喜劇 鄭忠基 對於邵欣欣就是這樣 哈哈 當然 講完這個超人之後 最後也講一下這個 國歌風波 以往 即是這件事之前 因為主要是一個 報國歌錯的情況 大家互相射球 基本上 南總希望把球 射到南韓 實際上應該都在南韓的問題上 但是 現在似乎 精華片段出了問題 即是說 將一些精華片段彈出的字幕 即是國歌的名字 有些人寫了 願榮光歸香港 Glory to Hong Kong 即是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即是所謂的香港國歌 修例風波時期的時候 這個 一個 叫做港獨的歌曲 對於此 有記者 昨天就去香港機場 打算訪問底港的 南韓隊成員 但是 南韓隊成員也表示 已被禁止 發表任何意見 即是甚麼都不能說 對此 港協兼武委會議務秘書長 黃敏超表示 該會在月底之前 已經責任指引 要求所有屬會參與國際賽的時候 要在賽前 向主辦方提供標準國旗 區旗、國歌 以及要求簽收 甚至要求的人 要是大團最高級別的人 即是如果場上出錯的話 代表就應該要T字 或者交叉手勢 事業主辦方暫停 現在的問題 已經不是在第一次出錯 而是在第二次出錯 第二次出錯 即是證明這件事故意 所以 即是故意去挑戰你的權威 因為那件事對於香港政府來說 是很刁面子的 所以 其實是對於整個管治威信的一個 很大的挑戰 即是 我們還在這裡 我們還在這裡 不要以為我們走了 這樣 問題就是 香港政府怎麼處理這件事 但這件事不會 如果這樣的話 就不會輕輕解決 就不會輕輕解決 可以這麼說 香港政府有多大的處理空間 在整個市場 因為技術上很難 因為問題牽涉到外國勢力 難道你這麼囂張去解決攬種嗎 攬球全部都外國 明知道是不是全部是鬼鬼 問題就是 他欺負你不夠膽去打 國際線 實在不敢 奈他不何 很明顯這件事也是包庇成份 所以 就是看香港政府怎麼處理 我一時之間就想到蠢處 就是之前的時候 如果這樣就翻箱布洞 倒洞嚇過一輪 那就算了 但這次如果正確來說 你要是 處理這件事 令人覺得 comfortable 應該是 這個不是comfortable 應該是 令到 即是結制派 令到大家覺得 有殺雞銀行的意思 有繼續 歸術 繼續確立的話 是要把少事者找出來的 但這件事我認為是有非常難的 現在又上升了一個政治的情況 對於內地的輿論來說 就叫做 有留意了 但是似乎那個反應都沒有去到很大 不過對於香港來說 衝擊非常之大 近日如果不是說廿大宣港 我想都基本上是說這個國歌時期 因為它整件事對威信管的挑戰很大 但實際上 這個也不同 當日的時候 19年的時候 黑暴的時候 是沒有實質作用 是的 所以就是 師傅你怎麼看 今天 要問 暫時就到這邊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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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